這個人 瘋狂地愛上白居易 居然 還把白居易的詩 紋上身 喂 理性點好啊 朋友 大家好 各位觀眾 我是葉文益 講了兩集 關於古代人追星的現象 你會發現 無論是古代人也好 現代人也好 有些的心理 真是千百年來都一樣 當喜歡一個人的時候 同樣都是這麼瘋狂 這麼理性 不過他們有些行為 就真是過火了 大家千萬不要模仿 唐代出色的詩人 非常之多 多到今天 我們會覺得 好像只有唐朝才有詩人 除了李伯和杜甫之外 詩人白居易 都是一個大家熟悉的名字 特別是他的詩歌 很講求要做到平易近人 要夠通俗 要反映到民間疾苦 甚至乎他追求到就是說 要連老婆婆都要聽得明白他寫什麼 當然 這個是指唐代的老婆婆了 既然白居易要走一條這麼大眾化的路線 那沒辦法了 只是人人都喜歡他 當時 他就有個瘋狂的粉絲 叫做葛青 葛青崇拜白居易 崇拜到什麼程度呢 聽聞他全身上下 都聞了三十幾首白居易的詩 有些還提上話 這樣真是太over了 但我又不知道 白居易知不知道這件事 如果他知道葛青 為自己所做的一切 他會不會跟葛青說 雙方何必曾相識呢 那倒回頭 白居易自己 又崇拜哪一位詩人呢 他居然崇拜一個 比自己小四十歲的年輕人 李襄仁 白居易晚年 非常欣賞李襄仁的詩歌和文章 他甚至跟李襄仁說 如果死了之後 可以投胎去做李襄仁的兒子就好了 有趣的是 在白居易過世之後沒多久 李襄仁真的生了兒子 而且他還幫這個小朋友起了個名字 叫做白龍